大家好 今天是8月9日 星期三 股市今早是進一步反覆 再創造今個月的新低 但19,000點始終沒有失 紀律上可能會有少少後抽 反彈也不頂 不過即使如此 只是波幅性的後抽 波幅性的反彈 意義不大 先低低的指導師 恒指今早先是低開125點 到19,059點 曾經漲步跌落19,056點 買盤開始在低位滲下滲下滲下 結果指數曾經反彈到19,270 由於高台買盤始終是確保 所以股市大部分時間都在 19,150到19,200多點之間 進行一個反覆和整顧 不知成交金額也持續偏梭 經過今早一輪的反覆 今個月 股市在先高後低形態主導之下 暫時的波幅已經進一步擴闊 因為指數是由1號的高位 20,331 跌到今早的低位 19,056點 即是今月的波幅 已經是1,275點 一個月的高低位同時出現在7個交易天之內的機會 事實上也不是太高 所以後續來說 可能仍然會有更大的波幅點 比我看到 即是指數如果不能上破20,331 技術上應該有機會再試一試 19,056點 今早的低位 當之1,275點波幅也相對不是特別大 假設先高後低形態不變 如果今個月的波幅 不用多 我就當1,500點 到底低位在哪裏 用計數計一計算 再看看移動線方面 今天大部份時間 指數都是反覆穿梭 在250天線之間 50天線大概是19,199點 即是指數稍微跌穿50天線 但沒有跌跌 所以 技術上表現是差的 不過未至於特別壞 因為 咬著50天線在阻礙水平 意味著市 暫時不會撞到19,000點以下 總是有些人在這個水平 薄薄短線的反彈 因為始終市由20,361點 這是7月31日的高位 去到今早的低位 其實已經跌了1,305點 只不過今個月的高位 就是20,331 而7月31日的高位 就是20,361點 相差是有30點 指數如果在50天線之間 穿梭的話 勢頭一定是弱的 因為始終走在100天 10天 20天和50天線之下 但你咬著50天線 他又不會那麼快撞穿19,000點 唯有在反覆 在拆波 在雜幅上整固 直至到有進一步變化為止 但有一點大家要留意 19,000點不是一個支持 19,000點只是一個心理的關口 比較具防守症的支持 是 7月24日的低位 18,562點 大家應該好記得 當日就是由這個低位 一路急速升到上 7月31日的高位 20,361點 所以由這一開始的回落 比較具防守性的支持 就是18,562點 大方向暫時來說就欠逢 不過如果大家看到 由 5月 6月 7月到今天為止 高台有三個位 5月的高位是20,321 6月的高位是20,155 到7月的高位暫時來說 就是 20,361點 8月的高位暫時來說就是 20,331 即是在 2萬點鬆一點 其實有四個頂擺在 下面18,000點 亦有一個防守性的支持 我想在這2000多點的區間裏 大市是 浮浮行行的 等待變化 19,000點 可以薄一點 但就不能夠多 風險管理 當然要做足 大家好 今天是8月9號 星期三 故事還是反反覆覆 而且恆生指數 今早曾經一度 跌進 19,000點左右的水平 等一下 我們再分析 我們先看看指數 照著恆生指數先低開 125點到 19,059點 曾經再輕輕地回調到 19,056點 當然這分鐘股市是回調 128點 還好 並沒有跌卻 19,000點 在低位 有一點點的買盤出現 結果 股市就曾經一度稍微回升到 19,270點 雖然說這樣子 可是買盤還是不夠 而且 顧盤也不斷的 一點一點的出現 結果整個 股市一直在 19,150點 進行一個反覆 而整顧的 當然 從計算來看 指數已經是 反覆就在所有 平均移動線之下 我們先看看這個月的波幅 這個暫時來說 還是先高後低 指數還是從 1號的高位 20,331點 不斷的反覆往下走 到今早的低位 19,056點 算起來 這個月的波幅 已經有 1,275點 好了 一個月的高低位 同時出現在 七個交易天之類的 機會 還不算太高 是有的 可是真的不高 當然 1,275點的波幅 也相對來說 還是比較少 所以 在八月份 線下的交易天 基本上 應該也可能會有 更大的波幅點 給我們看到 說到這一點 指數要是不能夠 升波 20,331點的話 最後當然會下市 19,056點 這個我們就要 理性去看一下 19,000點 好像只是一個心理的關口 並不是一個重要的姿勢 因為一旦 19,000點失手的話 下一個比較 具防守的姿勢 就要退守到 7月24號的低位 18,562點 這個很簡單 因為股市 大家應該記得 上個月指數 從 那個 7月24號的低位 18,562點 就一直 很快地反彈到 7月31號的低位 20,361點 從節分中開始 股市就一直反復到現在 所以 19,000點 一旦失手的話 下一個防守的據點 就真的要退守到 18,562點 我們再看移動線方面 其實直到目前為止 恒生指數已經是 跌選所有平均移動線 可是有一點要留意 就是現在 50點線 大概在 19,199點左右 相對現在指數在 19,150點算起來 相差只是 幾十點而已 只要股市少會 還有100點左右的反彈 已經可以回升到 200 回升到 50點線以上 所以 雖然說只是暫時 已經跌選所有平均移動線 可是暫時來說 還是 可以有機會稍微 回穩在 19,000點左右的 但是 有一天要是進一步下跌 而跌選 19,000點 等於說 已經距離 50點線是比較遠了 在那一分鐘就 可能沒有什麼太大的衝擊 剛才也提到 這個月的波幅 暫時只有 1275點 大家想一想 要是這個 先高後低的走勢不變 而最後 整個月的波幅有 1500到1600點 高位在 20331點 低位到底在哪 順順已經知道了 好了 下午分析就說到這裡 大家記得按LIKE 留言 訂閱 按鈴鐺 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如果想鼓勵我們的話 歡迎可以按SUPERFANS 給多點支持我們 多謝 長官 5 保佑 住 這麼悶 觀眾 Theor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